挥达晶片出现瑕疵 竟然是跟台积电闹内讧吗 挥达新一代的AI晶片Blackwell 在本季开始出货了 但是在近期却有外国媒体 引述知情人士的说法表示 说台积电跟挥达 因为Blackwell晶片出货延迟的问题 是陷入了互相指责的境地 不过对此 挥达执行长黄仁勋回应 说这是假新闻 也谈成Blackwell 确实有出现设计上的瑕疵 但是这百分之百是挥达的错 台在先前传出Blackwell晶片 因设计缺陷导致出货进度受推迟 使挥达和台积电关系变得紧张 对此挥达执行长黄仁勋 最新驳斥是假新闻 表示这款设计上的瑕疵 百分之百是挥达的错 台积电已协助汪洋补牢 且持续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呈现进展 黄仁勋这个认错的动作 其实是有两个含义 第一个的话就是说台积电非常的厉害 原本这个错误是在明年的第一季 才可以解决 我们才可以顺利出货 但在台积电的协助之下 我们现在就可以出货了 然后第二个讯息 最让客户可以安心 也可以重燃华尔街 对于NVIDIA的一个期待 现在我们将第一次进入Gipheon 进入Gipheon 然后转上电脑 NVIDIA现在推出了一个有关于医疗 跟生物方面的人工智慧电脑 其实对于NVIDIA来讲 当然是一件好事 但是其实华尔街的股价 每天也是上上下下的 我觉得并不需要为此而担心 而就长期的趋势上面来看 人工智慧的运用会越来越广 黄仁勋几乎科技业者需改变思维 以AI驱动企业发展 业界预期渴望催动AI产生结构性需求成长 引爆新一波AI商机 待望AI伺服器供应链 鸿海 广达 伪创 伪影 及音业达等营运前景 记者杨恒方绍城台北采访报导